今天分享一道三鲜鱼面筋的家常做法 味道鲜美,老少皆宜 将春笋清洗干净剥掉外壳 菜心清洗干净 木耳泡发好以后可以将根部摘掉一点 春笋切成斜刀片 尽量切得薄一点 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烧开 把笋子和木耳放进去焯一下水 去除到笋子里面的草酸 焯好以后捞出沥干水分 接着把菜心也放入锅中焯一下水 时间不能太长,变软以后就可以捞出 另起一口锅,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以后把笋子,木耳还有鱼腑放入锅中煸炒几下 因为这个鱼腑是熟的,所以不要煮太久 接着把菜心也倒入锅中,一起翻炒 加一点盐,糖,蚝油,调味 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营养均衡做法也简单 喜欢的赶紧试试吧